他这个悟是知识里头的悟 不是产定里头的悟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辨别 真实智慧里头不算烦恼 我们读书常常觉得有悟处 自己很欢喜 那欢喜就是烦恼 它不是发喜 欢喜当中又很得意 那就是烦恼 有焦慢 别人不如我 这烦恼 那智慧里面呢 他所表现的 情绪恭敬感恩 不一样 那么我们自己的反应 自己要知道 是谁有哪一种的反应 静静的懈怠 啊 许许多多人 为什么一生不能陈旧 毛病有些的 如果真能精进 成福不难 哎 你也晓得 你也晓得金进这两个字 金 金纯 纯仪不杂 叫金 同时学两样 不是金了 一样是金 专金了 两样三样不专了 你分心了 你分心了 所以学东西只能学一样 金 啊 由尽无退 所以你不要 瞧不起老太婆 啊 你自以为是 老太婆 念几年佛 到极乐世界 成佛去了 你还在搞六道轮回 你瞧不起他 你还到最后 还得求他了多年 那为什么他人家精进呢 就一句阿弥陀佛了 念上个三年 他就做佛去了 一句佛号念三年 就做佛去了 很多啊 啊 早年 在新加坡 而不是在香港 洪法的 极为老法师 地先法师 地先法师的学生 谭虚法师 在香港住了很多年了 往生在香港 啊 啊 定西法师 谭老跟我们讲故事 我跟他没见过面 听到他录音带 啊 啊 夫妻讲开师的时候 他讲 咕嚯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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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嚯 الط 他们是同一辈分的 都是地形法子的学生 咕噜江不认识词 受咕噜江现在没人懂 我懂 我看见过 现在没有做这种生意的 我小时候住在农村 一年总会有个 大概一两三次 挑个担子 补锅补碗 锅碗打破了 他能把它补起来 还可以使用 现在没有了 为这个行业非常辛苦 补一个碗补一个锅 只一两个通班 非常辛苦 以后他找到他的小时候的玩伴 就地形法子 跟他出家 四十多岁了 地形法子这个都说了 出家你没念过书不认识字 这出家无堂供货 你都学不会 人笨啊 没智慧啊 结果赖着非赖着 非出家不可 地牢给他谈条件 你能够听我的 我可以接受 那没有问题 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真听话 他的成功 秘诀 老实 听话 真干 三年了 地牢给他提肚了 送到林波 乡下一个小庙 破庙 没人住的 找这么个地方叫他住 他一个人住 教他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 你就念这六个字 念累了 你就休息 休息好了 你就借着念 不分周夜 这个好 没压力 念累了 就休息 休息好了 借着念的 三年 欲知实至 没有生病 站着往生 站着往生 那乡下 也有几个人照顾他的 几个老太婆照顾他的 看到他 站在那里死了 乡下人没见过 人怎么会站着死的 赶紧派人 到关中室去报信 就去报告 地前法师 地前法师师师师父 报告他 地前法师赶回来 那时候走路 没交通工具 走去一天 走回来一天 三天 他死了 站三天 地前法师 给他办厚事 赞叹他 佩服 你的成就 现在这个世界 许多名山方丈 助持 红伐立身的大法师 跟你相比 差远了 都比不上你 你去做福去了 人家能不能往生 还没把握 那个人谁瞧得起 他怎么成就了 紧接 就抓到这两个字 我早年在台湾 四十多年前 在佛光山教书 我在那里教了十个月 遇到山上有个长工 常年在山上做工的 工人 因为他的建筑 是几十年来都不断 天天都有建筑工程 在有一天晚上 月亮 月光非常好 他那个山上有个小池塘 我们在小池塘 塘旁边 大概有十几个同学 在那里谈 谈佛法 这个工人看 他走到我们圈子里 也坐下了 他给我们讲故事 他说真的 不是假的 是他的邻居 一个老太婆 去年 或者是那个时候一年 去年念佛王山 站着走的 就念三年 老太婆非常慈悲 人非常好 佛法也不太懂 他拜神 菩萨 什么都拜 他也不知道 什么都拜 他三年前 娶了个媳妇 媳妇懂得佛法 劝他老人家 不要乱拜 不要到外面去拜了 家里面设个佛堂 共西方三圣 共西方三圣 专念阿弥陀佛 专拜阿弥陀佛 这个老人有善根 听话 他就真这么看 你看 在家里的时候 念了三年阿弥陀佛 往生的那一天 晚上走的 吃完饭的时候 儿子 媳妇非常孝顺 跟他二十年我讲 不要等他吃完饭 他就洗个澡 可是儿子媳妇 还是等他 等了很久 没出来 奇怪 今天洗澡 怎么洗那么久 去看看 真的洗了澡了 阿弥陀佛 叫他 没人答应 随后看到 他站在小佛堂 面对着佛像 穿着海青 拿着念珠 喊他的时候 不答应 看了 他走了 站着走的 这个工人告诉我们 念佛 不得了啊 真的不是假的 你们都要好好的念佛了 让工人替我们上了一阔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对了 邻居亲眼看见的 一点不假了 前几年我在高雄 我还问问的时候 有没有同学知道这个事情 有 还有几个人对这个事情 很清楚 你看 精进 三年 到极乐世界 做佛去了 不跟你们玩了 你们这不好玩 到极乐世界去了 你只要把这两个字抓到了 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 所以 一切功夫不能成就 都在写代 禅定之散乱 禅定 忍如是禅定的前方便 就是预备功夫 凡事不能忍 你心怎么能定下来 那你要想心定下来 什么都能忍 那要真正做到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我看了 我听了 我接触到了 只有恭敬心 感恩的心 啊 决定没有 没有轻慢 心永远保持在清净 不能受外面境界影响 慢慢就得定了 这个地方的禅定就是我们这个经题后半部里面讲的清净平等觉 这都是所有禅定 定中有慧 慧中有定 智慧 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就是欲慧 有欲慈 就没有智慧 智慧从哪里来 智慧从定当中来 就从清净心来 心浮躁 心不清净 要想的 他生什么 他生烦恼 他不生智慧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 我们一般读书人 用功的人 他生不生 生知识 不是智慧 想到的时候 读这个书的时候 豁然有自己的想法 自以为是智慧 实际上他不是智慧 他是知识 他这个物 是知识里头的物 不是禅定里头的物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辨别 真实智慧里头 不生烦恼 我们读书常常叫他有误处 自己很欢喜 欢喜就是烦恼 他不是发喜 欢喜当中又很得意 那就是烦恼 有娇慢 别人不如我 这烦恼 那智慧里面呢 他所表现的呢 谦虚 恭敬 感恩 不一样 那么我们自己的反应 自己要知道 是属于哪一种的反应 就能辨别出 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菩萨道上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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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